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特点 对于场战购注的组成 这里面有集水的处理购注物 也有污水处理购注物 那么考试当中就是出选择这两个部分做混淆 那么集水处理购注物有包含什么 什么调节池 调流阀井 还有隔山间及药器间 集水池 蓄水奔务房等等 在这里我先带着大家 通过这张图片过一下整个一个流程 就是咱们这个集水构株 怎么从最开始的这个水库当中 到咱们千家万户当中的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咱们这个取水口 也就是取水泵房 从这个水库当中取好水之后 通过这个加蓄凝剂 咱们有很多脏东西漂浮在 漂浮在咱们这个水当中表面 它有带电荷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加一些个蓄凝剂 来把这些电荷去掉 然后让它下沉 然后通过这个反应沉淀池 过滤池 还有通过一些活性碳吸附池 以及这个清水池 到这进行这个存放 进行存放 那么再通过一些投药消毒 消毒 然后再通过这个配水泵 配水泵 然后泵送到这个用户当中 千家万户当中 这是整个一个处理流程 那么这里面大家稍微的过一下 通过脑子印象能够辨识出来 这个是集水处理构筑就行 然后再来看一下污水处理构筑 污水处理构筑呢 它整个一个流程稍显复杂一些 咱们先来看最开始的 城市当中的污水通过哪里 通过这叫进水泵房来取出来 很多的一些污水 包括咱们后面垃圾填培场 它里面会产生这个渗裂 渗裂当中也会通过咱们这些污水处理构筑 来进行处理的了 那么处理的过程呢 最开始要通过隔山 隔山然后通过这个沉淀池 通过沉淀池就会通过有两个支系 一个是从上面走 是对于污水的处理 那么污水当中还会有这个污泥 还会有污泥 所以说上面是对水的处理 下面是对污泥的处理 水呢就是出电池 然后这个生物处理 然后是二尘再加药混凝沉淀 最后过滤消毒出水 那么其实整个一些过程 那么最开始呢 要通过简单的物理 来经过初步的一个沉淀 然后通过一些生物 生物的一些处理 再通过一些咱们这个化学脱氮除淋 这样达到出水的一个目的 那么下面这个污泥的处理方法呢 它又通过一些什么过滤啦 浓缩呀 还有一些脱水 那么这些个污泥呢 会用到这些填埋呀 浓用呀 焚烧 藕肥 这些处理当中 所以说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要比集水稍显复杂 我们要辨识出来 这里面隔山间沉淀池 初次沉淀池 二次沉淀池 还有爆气池 配水影都有 那么还有这个特节池 生物反应池 还有氧化沟 消化池 寄粮槽 炸井等 做好区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构筑形式与特点 首先呢是水处理的构株 主要的 它的结构呢 是地下 或者是半地下 有的露出表面的 这种钢筋混凝度的结构 那么特点呢 就是构建啊 断面非常薄 很薄 薄板或者薄翘形的这种结构 那么配金率相当于这样 很高 这样的满足 它的一个受力的状态 然后呢 有较高的这种抗渗性 良好的整体性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个专业技术 水池 它要起到的作用是盛水的 最大的一个核心的点 是围绕着不渗水 这展开的 后面会有很多的技术要点 都是围绕这个核心 来去书写 来去书写 那么再来看 后面的工艺辅助构株 也是多数采用这种钢筋 混凝土的 对面脚包 这个结构尺寸 有求精确 少数的这种钢结构 余制 现场安装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工艺管线 这些工艺管线 它肯定是作为通道啊 里面走水的 那么水走的话 尽可能阻力要小一点 水流性能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抗腐蚀性好 抗腐蚀性好 直接作用出来的 就是这种P管 化学建材管 抗地层 变形性好的 这些都是P管 还有球末铸铁管的 一些优势 一些优势 好 后面呢 我们要知道一下 就是构筑与施工方法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广泛采用的 全线胶混凝土施工 那么首先 对于咱们水池 钢筋混凝土 池体大多是采用线胶结构的 那么胶筑混凝土的时候呢 应该依据结构形式的分段分层连续进行 那么胶筑层的高度 应该根据这个 结构层 结构特点 还有钢筋的疏密程度来决定的 因为钢筋的 稀疏与密集 那么它直接左右 我们整个这个部分的混凝土 它胶的密不密实 不容易震 谈到震的话 咱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不同的震导方式 它分层震导最大的厚度 有什么样的要求 从上到下 它的震的幅度 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小 震导棒是最大的 它的分层震导最大的厚度 是小一等于震导器 作用长度的1.25倍 且不能超过50公分 那么平板震导器呢 是小一等于20公分 但是到了附着式的震导器 那么依据附着式震导器设置的方式 通过试验来确定 更为保守了 那更薄一点了 这样有逻辑关系 咱们简单要匹配好 那么胶筑预留孔洞 预霉管 预霉件 及止水袋 这些周边混凝土的时候 应该服役人工进行插倒 这些的部位都是防水效果 要求比较严格的 容易出现渗漏水的部位 要给它真的密一些 好 那么现胶混凝土的配合比 以强度和抗肾抗度能性能 必须要符合设计要求 这些是很常规的 那么构筑物 它有可能出现哪些质量缺陷呢 如果案例当中出现了 关于混凝土的质量构筑物当中的质量缺陷的名称 让你去写出来几条 我们避免哪些情况出现 那么这些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点 漏金 漏金 还有蜂窝 麻灭 孔洞 夹渣 疏松 裂缝 这些很多呢 都对于我们整个水池的性能大大折口 包括漏钢筋了 那么耐久性肯定受影响 腐蚀了 包括一些内部疏松了 有孔洞了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水的影响 肯定漏水了 包括这个裂粉 包括裂粉 好 接着我们来看后面 水处理构筑物中 圆柱形 这个混凝土质体结构 当持臂高度在12到18米的时候 可以采用这种整体线胶施工 整体线胶 要注意好匹配关系 那么织模方法有什么呀 一个是满堂织模 满堂织模就是满堂支架 就是模板与支架用量很大 下一种呢 是华生模板法 它适用于这个持臂高度 不小于15米的 这种高耸的构筑物 那么这块呢 你像这就是滑模 它由于自己的这种液压系统 还有这种爬升系统 还有作业平台 这块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的这个应用 都是在比较高处的位置 来做比较 来做使用 那么这两个 满堂和滑模 这块呢 其实区分点 相当量很明显 再来看后面 污水处理构筑物中 卵形消化尺 通常采用的是 无粘节预应粒筋 曲面异形大模板构成 那么它的就是 圆形的 那么我们后面会介绍 无粘节运力施工 那么它的这种施工 都是很多在曲面当中进行的 曲面当中进行的 那么这个消化尺 消化尺 钢筋混凝土主体 外表面 需要做保温 或者外湿面保护 为啥消化尺要做这些呢 咱们消化的 很多时候用通过高温 有一些中温消化 一些高温消化 要通过加热 来达到一定的消化目的 所以说里面要进行 保温 就是外面要进行保温 你别里面加热 外面这个热量散发出去了 那么达不到消化的目的 这是消化尺 再来看后面 单元组和 现胶混土施工 这块是重点 大型磁体的 断面形式 可以分为圆形的 和矩形的 先来看圆形的 圆形当中 这个图片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 如果说咱们整本脚菜当中 哪一张图片难度非常大 如果能够把它看懂看透 说明 实图能力得到一定的认证 那么我推荐这张图 它是左边的平面布置图 那么它对 有一杠一炮 二杠二炮 还有三杠三炮 那么炮出来这些个断面 你能不能对应好 同学们可以点一下暂停 自己先思考一下 它们整个的一个空间 怎么去展现出来的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先看一下 它们这个尺体通常是由若干块的 厚的扇形底板单元 和若干块的倒梯形的 臂板单元来组成的 中间是底板 外面这一圈是咱们尺壁 尺壁是倒梯形的 想象一下 就是这种结构 倒梯形 那么这个单元一次性是胶柱 胶柱而成的 那么底板 底板单元间呢 用距离机胶泥嵌份 说的什么意思呀 就是每一块是自己焦住完成 但是块一块之间呢 这块我们要通过什么 进行嵌份 距离与其胶泥 这个材料 咱们似曾相识吧 咱们前面介绍道路工程 水泥混成的路面 它的一个嵌份材料 其实很多的时候 应用的原理都是相似的 都是相似的 那么那个地方呢 会通过什么帐份缩份 这个地方呢 咱们是通过底板的嵌份 那么B板单元间呢 用橡胶汁水袋来进行接份 就是整个这个B板 这倒梯形 它的连接 这是一杠一刨 抛出来的是咱们整个持臂本身 二杠二刨呢 抛出来是持臂与持臂之间 它的一个细节处理 那么三杠三刨呢 抛出来的是什么 是底板之间 下面呢 咱们通过一个三维力动画 带领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这个这张图片 在空间当中是如何展现的 大家看完这个动画之后 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以圆形储水池为例 池体通常由若干块厚的扇形 底板单元和若干块 倒梯形B板单元组成 一般不适合顶板 大体的施工顺序为 首先土方开挖 及地基处理 接着是中心支柱的胶柱 完成之后 池底防渗层的施工 防止地下水渗入机坑 然后是胶柱 池底混凝土的电层 电层做好之后 池内防水层的施工 也就是下面的防水卷材 和上面的细石混凝土保护层 接着是 池壁 分块进行胶柱 然后是 池底 分块 胶柱 既然是分块 就会有缝的处理 先是 底板 欠缝 然后是 池壁 防水层的 施工 最后通过 进水管 注水 进行功能性试验 这是大概的 施工顺序 在教材当中 平面图可以看到 有三次 抛面图中的 细部构造 下面我们转换视角 来解释一下 这部分的内容 首先是 1-1 这里反映的是 池壁内部的结构 有池壁本身 有内部钢筋 还有压在其上面的 底板结构 对于池壁和底板相交位置 要进行防水处理 下面是 2-2 这里反映的是 池壁与池壁之间的 连接问题 B板单元间 用橡胶池壁带 进行接缝 两侧 用防水性好 与混凝土 粘节性能强的 柔性材料 进行密封 最后是 3-3 这里反映的是 底板单元间的 连接问题 两侧 单元混凝土 一次 胶筑而成 底板单元间 用距离锡胶泥 进行 嵌缝处理 这就是 单元组合式 线胶水池结构 注意平面图 与抛面图的结合 提高 湿图能力 好 动画看完 咱们回到这里来 是不是对 整个这张图片 就不陌生了 它的空间 立体的感觉 就形成了 好 再来看后面 这个矩形的水池 大型水 矩形水池 是为了避免裂缝 深漏啊 通常咱们采用 这个单元组合结构 将水池分块 也是分单元来进行胶筑 那么块块之间呢 各个单元之间 要设置这种后胶带了 后胶带 后胶带就是这边 两边已经做完了 中间留着 但是钢筋 是随着两边做的时候 就一次性绑扎过去的 只不过中间这块不胶 不胶的话 为啥呀 因为咱们水池的规模太大了 那么这个混凝土本身会发生较大的这种变形 它受到这种冷缩的影响会发生变形 那么它要进行稳定之后 那么你在胶筑中间这个部位的时候 那么整个板面 它基本上就是稳定的 如果你一次性胶起来 那这个底板 它受到外界影响的话 那么会导致大面的开力 大面的开力 这就是咱们整个后胶带的应用问题 那么尺体钢筋按照设计要求 一次进行绑扎完成 然后凤处不切断 在两边养护42天之后 再采用什么呀 提高一级的 比两边这个混凝土要提高一级 参加UEA这个膨胀剂 这个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来灌注后胶带 且养护的时间是不应该低于14天的 让它连成整体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左边是这个平面不尺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它们中间这个衔接点 这就是后胶带 那么后胶带可以发现 这钢筋都直接绑扎过去的 但是要注意 我们后胶带呢 它是要做止水处理 相当于止水带 它有两条施工缝 相当于就这个地方 两条施工缝 这个两条施工缝呢 我们要干嘛呀 要做两条的止水带处理 钢板止水带来再放在这个地方 防止湿漏水 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膨胀 加强带 这个和后胶带 非常的相似 来看它的定义 它是通过在结构预设的后胶带部位 胶筑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减少或者取消后胶带和伸缩缩 延长构件连续胶筑长度的一种技术措施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它的一个定义 那么简而言之呢 就是有的地方可以不设后胶带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设成膨胀加强带 可以提高它的施工的效率 降低成本 那么提高 就是缩短工期了 这块 那么膨胀加强带呢 它可以分为连续式 间歇式 还有后胶式的 在这里呢咱们先来看这个连续式和间歇式的 这一个版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版面咱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块呢就是连续式的膨胀加强带 它是与两侧相邻的混凝土 要同时进行浇注 这个可以大大的缩短工期 它是和两边这块都没浇注呢 一次来浇注完成 一次浇注完成 只不过 大家要注意了 在我们这个版面当中 两边的混凝土 它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相对来讲 间隔以下 相对来讲停顿 让这个地方浇注的时候 它的混凝土 我们变成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充满在这个部位 一般就是大概1.5米左右 来膨胀点 这样的话呢 可以补充两边的一个收缩的间隙 其实作用原理非常的相似 但是这个设置的位置呢 给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 一个板面 基本上如果是60米的板面 它在中间的这个30米的地方 那么硬力比较集中 比较均匀的地方 就是中间 那么我们就设置这种连续式的膨胀架枪带 这是它的一个应用问题 但是还是要注意了 我们这个膨胀架枪带呢 它在这个部位还需要设置一些钢筋网 上下层 咱们设置一些钢筋网 防止它的一个开力 这是它的一个应用问题 那么这个与两侧相邻 同式胶筑 是连续式 那么与一侧相邻 混凝土 这个同时相助 另一侧呢 是施工缝 说白了 有一条缝 也就意味着 间歇式呢 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停顿了 留一个施工缝 那么后胶式呢 那么后胶式的话 跟后胶带一样 就留两条施工缝 而连续式是连续的 这么一个原理 这么一个原理 大家还要明白 就是对于 他们的一个应用问题 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说白了 连续式 间歇式 再到后胶式 是由于他们板面 收缩的量 板面的规模 可能越大 这个膨胀量越大 这种情况下 你不得不就采用一些个 间歇式 甚至就是后胶式了 板面超过了一定规模 超过60多米了 100多米了 因为水质的规模很大 或者呢 这个板头的厚度很厚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连续式就可能满足不了要求了 因为体量越大 它本身的膨胀 程度越高 那么我们这个连续式就满足不了要求了 这块呢 给大家稍微要解释一下 那么对于后胶带 与常规 后胶式的后胶带 胶住方式是相同的 用于后胶带 膨胀加强带 部位的补偿收缩的混凝土的设计强度 都要比两色的混凝土要提高一级的 那提高一级 限制膨胀率 这个简单的指导一下 不小于0.025% 再来看后面的 预制拼装施工 预制的 咱们水池啊 有线胶也有预制 咱们下节课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那么水处理过注中 沉沙池 沉淀池 调节池等圆形混凝土水池 以采用这种装配式的 这个运营力钢筋混凝土结构 装配式最大优势 就是在于什么呀 供期短 集中这个工厂当中 预制咱们这个持臂 持臂是预制的 底板还是线胶的 那么咱们运掉现场给它拼起来 需要做的就是 块就是板面与板面之间 就是持臂与持臂之间 咱们要把这个臂板缝给它做起来 这样的话就不漏水了 就可以了 这是装配式的一个原理 那么装配式呢 它有没有运营力啊 当然有 就是第二点所说的 它要采用的是 缠绕运营力钢丝法 还有电热张拉法 记住这两个方法 进行臂板环向的运营力施工 给它 就像这张图一样 进行张拉 来提高我们整个的水池的整体性 还有盛水的能力 那么后面呢 就是预制这个拼装施工的 圆形水池 在满水实验合格之后 应该及时的进行 喷射混凝土 喷射水泥沙浆 这个保护层 就是你不能让 这个张拉钢筋漏在外面 我们要通过保护层喷涂 来进行覆盖 进行覆盖 那么这个 一定要注意 就是咱们喷的时候 是在满水实验之后 放水之后 放到水之后 这个水池是膨胀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你在喷的时候呢 这个面积最大 最饱满 最密实 那么这个 喷浆层的厚度呢 要满足 预应力钢筋的 净保护层厚度 且大于等于两公分 再来看后面 预制沉井 沉井 咱们后面会有单独一节课 给大家进行介绍 最近几年呢 都是这个沉井 呈现一个高升的趋势 这个出体点 钢筋混凝土结构 泵房 机房 通常采用的是半地下 或者完全地下室的结构 在地下水流沙 软土地层 且地下 无重要建筑 及地下管线影响的桥点下 可以选择什么施工啊 就是沉井 预制沉井 预制沉井 简单的给大家 稍微的说一下 它是在地面预制的 那么这么一个 混凝土的结构 跟盒子一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相反顶界 相反顶界的话呢 咱们是预制好了 水平的去顶 而我们这个沉井呢 预制好之后 竖项的去沉 这么形成一个对比 那么不断地挖土 不断地下沉 不断地挖土 不断地下沉 沉到了指定的位置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底板 是给它封掉 一开始在沉的过程当中啊 是没有底板的 你有了底板 你的封死了 怎么下沉啊 你要不断地挖土 不断地下沉 等到具体的位置 我们先封底 封完底之后 要做底板 结构到底板 后面呢 下沉过程当中啊 有两个细节 排水下沉 一个是不排水下沉 后面我们还会介绍啊 排水下沉的话呢 大家千万不要用 自己的主观意识 来想这个问题 容易混淆 排水下沉 适用的场景 适用的环境 一般比较好的情况 湿水量不大 稳定的粘性土 那么可以用人工挖土 这项人工挖土 还有这个基距挖土 水利基距 这种直接挖的形式 你要保证 整个工作面干燥的状态 这就是不断地来排水下沉 而不排水呢 是环境比较差的情况 深的沉井 或者有严重流沙的情况 这个你要给它排水 那么整个沉井 它在下面非常不好的环境当中 就可能来回摇晃 沉得不稳 这个时候你就别排水了 不排水 是要为了保证 我们井内和井外的水位差 平衡 平衡的状态 OK 我们可以在水下抓土 水下水利吸泥 空气吸泥 这样的话 进行下沉 沉到了指定位置 水下封完底之后 再做底板 把这个水给它抽掉 当然大家要注意了 咱们这个底板 一定是在干燥的环境当中进行的 咱们封底可以水下封底 但是后面的底板施工 一定是干燥的环境 因为要绑扎钢筋 浇住混凝土了 后面我们来做题 下列场站构筑物当中 这个组成当中 属于污水构筑物的室 汽水井 有配水井 没有这个吸水井 污泥这个脱水机房 管廊桥架 这块都没有提到 汽水泵王属于 第一个环境 所以私底选项 下列汽水排水构筑物当中 属于调续构筑物的是 调续 那你就要体会一下 这个调和续 它们含义是什么 调节流量 存续的作用 那么这些的话 那么不就是 这个清水池吗 清水池就要衡量出来 我们进水和出水 怎么去分配的 一个流量的问题 流量的问题 在这块有存续的功能 有调节整个流量的问题 怎么去发散 分配到哪里 分配到哪里 这是清水池的一个作用 它的规模 相对来讲 是比较大的 B选项 好 再来看 关于钢筋混凝土 及几排水构筑物的结构形式 与特别的说法 正确的有 构建 断面较薄 不是较厚 配件率较高 不是较低 抗深性好 整体性 量好整体性 采用地下或者半地下 没问题 CV 好 下面咱们进入半点通关 来对咱们水池的第一节课内容 进行总体性的改扩 那么对于积水 积水构筑 它包括什么 澄清池 混凝沉淀池 调节池 调蓄池 那么还有就是配水井 清水池 这是比较典型的积水构筑 那么污水呢 包括爆气 氧化 生物反应 消化池 还有出尘二层池 那么对于施工方法 现胶这块 大家要注意了 胶筑的方式 有分段分层 分段分层连续进行胶筑 胶筑层的高度 根据的是结构特点 还有钢筋的疏密程度 来进行决定的 那么织膜 满膛 它是模板支架比较大 这个量比较大 那么华生 模板法呢 是持臂高度 大于等于15米的 比较高的时候用 单元组合是圆形的 圆形的话 扇形底板 要进行嵌缝 用什么嵌缝 距离去胶泥 倒梯形 B板接缝 那么B板之间 要用这个橡胶制约袋 要进行处理 那么矩形呢 就涉及到一个 后胶带的概念 那么缝带 缝带的地方呢 这个钢筋是不断的 那么单元 两边是要 养护42天之后 再做中间的这个 后胶带 那么提高一级 或者用这种 补偿收缩的 混凝土来进行胶筑 养护的话是14天 那么对于膨胀 加强带这块 大家要注意了 它分为连续式的 间歇式 还有后胶式的 连续式的话 它是两侧同时来做 没有10公分 要可以缩短工期 那么间歇式的话 一侧同时 另外一侧留10公分 那么后胶式呢 后胶带呢 就是就是 它们两者是一样的 后胶式就等同于 这个后胶带 有两条10公分 那么预置 适用的话 就是圆形水池 壁板的话 有需要什么呀 需要这个缠绕 预阴力钢丝法 还有电热张拉法 来进行张拉 这是对于装培水水池来讲 那么这个喷射水泥沙江 保护层 一定要注意 沉水膨胀的状态下 这个满水实验 这个合格后进行 那么对于这个沉井 对于沉井 那么排水下沉 排水下沉 那么它适用的是什么呀 就是渗水量不大 稳定的绵性土 对于这个布排水下沉 它是对于比较深的 有严重流沙的情况 适用于布排水下沉 后面咱们还会单独介绍 总体来说 本节课内容 是一个总体性的概括性的 这些知识 那么它对于后面的学习 具有指导意义 作为铺垫的所用 同学们注意 认真复习 好 下节课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您的声音